我是在 我是在去年我已经知道许鲁多这个产品了的 但我陆陆续续是有吃没有吃的情况啦 但我在10月的时候 开始接触第一公司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只在继续在服用这个许鲁多的产品 等等啊 我下个照片 这是一些简单的图片 这个呢就是我在11月的11号的时候 就倒了水的时候 不小心热水烫到了我的手怀 然后我就留下了一个红红的疤痕 就是这个大家看到图片上的那个疤痕 然后在那天3月22号的时候 我在调理的时候 发现这个图这个 就是这个疤痕不见了 原来我还想到说 原来我一直有长期吃这个许鲁多 它有帮助我修复我的伤口的问题咯 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吃了许鲁多的见证 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我妹妹的见证咯 我妹妹呢是在去年开始 她也是跟我一样在出来新加坡做工 然后因为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 或者是这边的空气的环境的问题啦 所以导致她的脚呢就有生那个 这个是叫什么 湿疹咯 那个湿疹哦 在她去年八九月的时候 就发现她的脚有着湿疹 然后就因为近期的coronavirus的关系 她开始她要求要服用许鲁多 然后当她服用许鲁多的第一天的时候 她有拍照片 然后10天过后 她就再重复再拍一个照片 你就可以看到她本来第一天的时候 她的湿疹是红红 是好像有水分这样子 然后第10天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板 那伤口已经开始干了咯 然后现在是一个月后 一个月后她吃了呢 那个许鲁多过后是吗 她的伤口呢就已经开始淡化了 这个就是我妹妹的另外一个见证啊 就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爸爸 OK我爸爸呢是在 因为她年纪也已经开始增长了啊 因为刚才有MC 不想是也有讲到 人随着年龄增长 那个免疫能力都会降低吗 我爸爸也是其中一个咯 所以我爸爸的也是有导致她 一轻微的碰撞到东西的时候 她的皮肤沉啊 就会有一些瘀青啊 有时偶尔会流血 当我们发现的时候 她讲啊我有流血吗 她连她自己流血都不知道 然后就因为我妹妹文青 她在二月那时有接触到许鲁多 我爸爸就从那个时候 一直长期的在服用的许鲁多 所以在你看的图片啊 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面 她的伤口就已经是服务员了咯 这个就是我的一些小小见证 然后因为我们我们全家人啊 都有在服用着这个许鲁多 所以我就觉得很幸会的是 我们就是幸好的是 雷们和文青两个都有接触到 这种保养品的东西 所以让到我全家人都在受惠于许鲁多 这许鲁多帮助了我家人很多 而且我在COVID-19的时候 也有帮助到他们提升他们的免疫系统 这就是我的小小见证 这样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把麦交回给主播 OK